家人们看好了 把米饭倒入豆腐里面 接着用手把它们捏碎 越细腻越好 这做出来的美食竟然比肉丸子还要好吃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跟没有吃过 这个做法特别的简单 记得点赞收藏好哦 首先准备一块豆腐和一碗吃剩的白米饭 咱们做豆腐丸子的时候 尽量选用这顿老豆腐来做 因为它不容易碎 操作起来也就方便很多 先把老豆腐和米饭一起抓碎抓均匀 然后再打入几个鸡蛋 搅拌均匀放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来准备一些配菜 我这里用到的是胡萝卜 你们在家做也可以换成其他爱吃的蔬菜 这胡萝卜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而豆腐呢富含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这两样食材搭配在一起啊 营养就会更加丰富 接着把小好皮的胡萝卜放案板上切成小丁 再把它全部倒进大碗里 然后再切点火腿肠 同样切成小丁放入碗里 再加上一点葱花 食用盐 半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一勺鸡精 少许的五香粉 最好再来少许清水 朝一个方向给它搅拌 加二嘛看到看到这里了 就麻烦你给我点个爱心加个关注吧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碗清水 把手沾湿后再去挤丸子 这样挤出来的丸子啊又圆又好看 你们看是不是特别漂亮 接着往锅里面倒油 等油烧到六成热之后 把丸子下入锅里面 开小火慢慢炸个四五分钟左右 看一下 这炸好的丸子啊 表面是这种金黄酥脆 浮起来就代表是熟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捞出来 放到盘子里面 这样一道好吃又美味的豆腐米饭丸子 就大功告成啦 外酥里呢 比肉丸子还要好吃 而且做法简单 放凉了也不会回软 这样是学会了 你也回家做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